现在是下午3点钟 早点开始做饭 我家女儿高三已经开学了 今天让我给她送东西 我就做个晚饭给她带过去 买了一块肉 做一个红烧肉 我们这片猪肉长较了 现在21已经 再做一个咸蛋黄菊南瓜 还买了一把番薯叶 这个番薯叶我们小时候是给猪吃的 现在它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帝王菜 五花肉切成大块 先把红烧肉烧上去 把锅烧到冒烟 热锅凉油就不会粘锅了 把油炒出来 炒到这样焦焦的 再焦入葱姜蒜 把香味炒出来 炒好先盛出来 先来炒个糖色 用小火把冰糖炒到浓放 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肉放进来 肉里面已经飘去葱姜了 炒出的颜色非常好看 放点料酒 放点生抽 和齐瓶的清水 再放点香料 用小火焖煮40分钟 南瓜切成厚片 用贝贝南瓜口感更好 焯一下水 煮个一分钟 表面烫暖就可以捞出来了 然后再往里面放点玉米淀粉 让每一块南瓜都裹上淀粉 六成油温 把南瓜一块块放进去 先不要去翻动 找到定型的再划散 炸个五六分钟 这样金黄酥脆 先盛出来 锅里留点油 放入一勺蛋黄酱 它这个是海鸭咸蛋黄 非常香 配料就是蛋黄油盐味浆这一些 平时做个饭团寿司也很好吃 咸蛋黄用小火炒到冒泡 倒入南瓜 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 你们可以来试试 真的很好吃 每次外面吃饭都会点的 外面酥脆 里面粉粉糯糯 还有咸蛋黄的香味 红烧肉也好了 加点盐松鲜鲜 翻拌一下就可以出锅了 这个红烧肉也非常好吃 软烂入味肥而不腻 翻手鱼我是用猪油炒的 放了点蒜苗 调味就放点盐和味精 装起来装到饭盒里 女儿不吃肥肉 把瘦的挑给她 还切了点水果 现在四点半 花了一个半小时都做好了 奶茶也送到 还给她点了一杯奶茶 正好送到 都准备好了 给她送过去 不堵车二十分钟就到了